欢迎收看云端保健室带您掌握健康大小事 我是刘姿玲 我们今天要讲的议题虽然比较深一点 但是呢跟你我都有关系 我们要谈的是罕见疾病 其实呢在每年的健保支出当中 大家知道有多少钱吗 一年的健保总额预算是8000亿 但是罕病的含药占比竟然只占了不到1% 这样的数字其实对于呢 很多在这里面必须要用药的病患来说 是相当困苦的 所以我们以2022年的支出来看 全民健保总额是8095亿 当时呢我们经过统计 其实罕病的比例只占了0.95% 那事实上呢罕病家庭是 攸关于他们未来生存的一个品质 还有呢家庭的未来 那社会安定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看起来 虽然这个数字跟大家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罕要的专款 不会造成健保危机的同时 未来应该要怎么支配 会比较有效益 我们今天请到三位专家 跟大家一起在线上做讨论 首先要介绍的是 罕病基金会的执行长陈冠如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台北慈禁医院的 遗传医学中心主任 蔡丽萍医师 谢谢蔡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资深医药记者 洪素卿 素卿姐 思琳好 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到一些数字 真的比较生硬 所以要请教执行长 一般大家呢 在大众听到罕见疾病 其实呢可能因为大家在治疗的关系 或者说他们不会常常的走在路上 也不晓得罕见疾病 背后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大家的感受比较没有那么深 可是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 其实罕见疾病都是家长心中的痛 他们也必须要为了生存 很努力地找各种的方式来治疗 那能不能讲一下说 目前在治疗罕见疾病当中 我们过去25年来 已经协助了非常多的大小朋友 那他们现在还面临了什么样的困境呢 谢谢主持人 那事实上罕见疾病 因为它是很少见的 所以呢其实它的药物取得 也非常不容易 像目前我们台湾有243种罕见疾病 可是有药物的也只有55个疾病 是有药物的 所以我们会说7成以上的罕病 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可是呢如果能够获得治疗 我们都希望病患能够获得最好的照顾 因为好的治疗对整个家庭啊 还有社会安定都非常的重要 那层如主持人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卡 就是说现在呢这个罕病啊 其实是占健保的支出并不会很高 只有1%左右 不到1% 那历年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希望说 在这个健保就是照顾弱势的 这个社会保险制度 能够多关注寒病病有的需求 然后提供他们一些照顾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些数字 那是不是在等待给付的 罕见疾病用药方面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 那这么多药物可以治疗病人同时 基本上大家都在等待这个机会 但是这个比例相对真的很少 是啊 因为最近我们有发现说 我们病人在等待给付的过程 这个时间比过去还增加了很多 从一个含药认定到健保给付 大概要花30个月的时间 那我想这对于病人来讲 都是一个漫长的煎熬等待 因为就是有明明看到有药 可是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到的 这种彷徨跟无助 那目前我们的统计 就是到目前为止正在排队 等进入健保给付的药 有25个药物 那其实呢就这些可以治疗的病人 大概达到6000多个病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健保给付上面 能够加快 然后让我们必有能可以尽快 获得一些治疗 希望可以获得治疗 那现在我们希望可以解决的困境 那过去其实刚刚讲到含药给付率 从2017年开始我们看到这统计数字 其实是一代不如一代 那我们本来是希望 健保是利益良好的 那也希望全民的这个健康福祉能够被保护 但是好像我们是弱势的这个族群 却没有好好的被照顾 那当然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健保困境 是相对的有比较担心 您可不可以讲一下说其实呢 现在等待的时间过去要多久 现在要多久呢 OK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根据我们基金会的统计 那我们有一个分水岭 就是我们2013年开始 我们健保呢 就实行了这个二代健保制度 那是属于共同领定会议来决定 什么要要被给付 还有给付的条件 那我们发现说从2013年开始呢 有一个分水岭 之前呢健保大概5.2个月 我们病人就可以得到健保给付 那现在要等29.9个月 才会得到健保给付 那给付于来说呢 在一代健保有86% 但是现在呢就是降到52% 所以呢其实更多的病人 在等待这个药物的给付 好非常多的人还在等待当中 肃清解决其实寒冰基金会25年来 真的看过大大小小的病患 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健保真的是利益良好 我们也理解政府有这个财政的困难 但是因为呢2000年通过寒冰法之后 2005年来进入健保的寒冰专款 但现在好像面临困境的时候 大家还是没有把这个数字给提高 就是照顾的族群 我们知道应该要加强要照顾弱势 但是数字上好像迟迟没有办法提升 您觉得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不应该把罕病跟一般的疾病 放在同一个天平称重 简单的说你可以发现 我们有很多社会上的相关的救济 或福利啊为什么会存在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在民主社会里面永远都是多数决的话 那绝对少数就应该要被忽略吗 那不是嘛 所以我们要必须看这些绝对少数 他们的情况是不是需要 由政府的力量来协助他们 这就是罕见疾病要立法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刚才资霖说可能健保的困境或什么 但第一件事 你要知道台湾的罕见疾病的相关立法 应该到目前为止 都是全世界最完善的法典之一 所以我们面临的困境是执行 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很好的法律 我们看到了这些绝对少数的人 他们因为承担了我们人类演化过程中 必然出现了风险 那我们政府也觉得因为这一群人 如果没有政府的力量介入 他们是不可能几乎没有办法存活 所以我们必须要协助他们 我们立法的时候有看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到了二代 我们却忘记了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最 我觉得早年在报道的时候 最经典的案例是这样 有些人说你知道吗 那个罕见疾病啊 一个小孩一年要用多少钱啊 他就会说 以前曾经有一个要嘛 他们说你一年算一算 一个小孩一年用一千万 这样还得了 我一千万可以用很多 可是你想想他一千万这个孩子啊 我们是亲眼看到这个孩子 他从本来要躺在床上 他几乎没有能力移动 他一辈子可能也没有办法自主独立 他没有办法工作 他们全家人都要陪伴他 到他因为有了有效的治疗 他可以就业 他可以就学 他可以养活自己 他不用他的家人 让他担心 最简单的例子我举一个 大家以前一定听过 那个罗伦佐的游 那个案例 因为呢 我曾经采访过那样的病童的爸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困境是什么 一个孩子他如果不能获得救治 不是一个孩子的事 是一个家庭的事 因为爸爸为了随时照顾他 爸爸不能用原有的工作 他得换个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随时要照顾这个小孩 我不可能去上班 因为不可能 所以他等于要换一个 在家里 随时可能接工作 然后赶快跑出去再回来 所以这影响的是家庭 可是我们呢 一年宁可拿200亿去治感冒 我说一句实在话 刚才说那个0.95% 0.95%连80亿都不到 那我们一年拿200亿 治那个什么 很多是你不用去看医生就会好的 可是你却觉得这81太多 一不合理 二很多人来比就是说 哎呀 你想想看以前常常有人说正义 都是说你看看 如果有一辆火车 他这样子正在行驶的路上 突然发现他出状况了 那右边是一个维修工人 左边是五个民众 那你要往右边转 还是往左边转呢 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往右边转 因为我如果撞到是这个 这一个人 这五个人 自好不要得救 他们就觉得这样是一个正义 可是我刚才讲这不是正义 因为他们两群人本来就不应该 放在同一个天平来秤 所以第一件事 事实上我觉得很简单一件事 回归我们当时的法律 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罕见疾病的法 我们就是看到这极少数的人 极罕见的几率 他们如果放在同一个天平秤 他们势必要被牺牲 所以才有这个不立法 所以第二件事我们要执行 好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执行这件事情 为什么说我们问题在执行 我们有专款就是我们当时也知道说 这一群人他们势必要有一个专款 不要去挤压到别人 所以我们有一笔专款 让这一笔钱呢 可以用在这个含病相关的治疗 含病的孤儿药 问题是我都已经专款了 你居然还没有把它用完 是 钱没有用完 你知不知道大家一定有在公司执行过预算吗 今年如果预算没执行完 明年一定会被缩编的 你钱就不用了 你就是表示有存在 那钱为什么用不完 以前说因为没有人要医吗 不是耶 刚刚灌柔已经有提到 我们现在还在等待药物 等待治疗中的人 应该有超过2000人以上 所以我们有人在等 我们有药在等 我们有钱却把它存起来 所以你搞不懂这逻辑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现在的状况面临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民众能理解说 我们没有先要求其他钱 至少这部分的钱 应该把它执行完 这是我们的钱 第二部分他说有啊 你看我们每年执行率都90几 我们都有在成长 我跟大家讲成长的是什么 这些孩子从不能活到现在 有了药可以自会活 他们会长大 然后会有新的病人进来 所以这是旧药再成长 我们新药进不来 难道新药没有新病人吗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之下就是 因为我预算没有执行完 我本来想说我可以留给新药用 结果结局是新药都没有进来 因为你们成长率一直 你们就预算没有执行完 所以压缩了新药进来的机会 所以我再强调 我们现在其实民众要认知到 喊病第一个困境就是 我们其实有法 但我们应该执行 我们有预算 我们应该要把它用完 至少第一件事这应该做到 这讲给大家听 大家都觉得很合理 没道理有钱不用完吧 而且我们现在累积没用完 已经超过30亿了 是 你知道30亿可以让多少 现在在等药的小孩 对他们来讲 差6个月可能就是本来 眼睛看得见便看不见 然后你再治他的意义 是不是就降低很多 我本来可以在他完全 不失去能力的状况之下 好好治他的 是 所以时间点是非常重要 当然这个预算 没有用完这件事 我觉得政府单位 相关单位应该要 好好的检讨一下说 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要请教一下 蔡医师 其实在昨天过去 在小儿遗传是非常有经验 已经很多年了 看了很多的病人 那刚刚讲时间点的问题 素卿姐讲 6个月就可以影响到 一个小朋友本来看得见 其实你可能有机会把它治好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拖延 造成了这个病症的加剧 所以在时间上 现在也有一些所谓 我们刚刚讲到 现行药物的给付延迟 蔡医师 你会在临床上 或是说举一些案例 是不是真的过去有一些病患 真的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现在在我们讲 在等的这些药 其实还很长 那在等的病人 刚才就像执行长跟素卿讲的 其实有那么多人在等 那其实在临床上 在看这些个案 其实是非常的不舍 那我这边 简单举一个 那个我们图片上的这个例子 它本身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那它本 它是一个 你知道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孩子 这个腿怎么会是这样站的 这个站着就是我们叫做O型腿 那它这个O型腿怎么发生的 它是最主要是因为它本身的零离子 血中的零离子流失 那它的身体因为肾脏没有办法回收 我们的零离子 所以它零离子一直从肾脏一直流掉 那导致你知道我们骨骼里面 最重要的离子就是钙离子跟零离子 这两个离子如果不平衡的话 那骨头就会松软 那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寇楼症 这个孩子你看 它的站它不是说 它受伤还是怎么样 它先天就是因为它骨骼松软了以后 就变成这O型腿 那你可以想象 它这个腿不光光只是样子这个样子 它其实会痛 然后骨骼会松 然后甚至在X光照射起来会 好像出现类似像骨折的这样的现象 那这样的情形 对孩子来讲身高也受到影响 一般来讲成人的男孩子 大概155公分 女孩子大概145公分 那这样的家庭 其实看到这样的孩子 都觉得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现在有药了 那这个药的治疗就是要把肾脏的零离子 再吸收回来 那把它的骨骼改善 零离子上升 它的寇楼的症状 它的骨质比较松软的情形也会改善 最终它的身高会成长 它的痛也会减少 这个药在过去研发了以后 我们发现2019年 我们食药署就已经通过这个药的喊病认定了 2020年也发了药证 现在2023年要结束了 花了三年的时间 在健保搞半天搞不下来 它没有办法给付上面会一直在那边 小朋友如果是一年级都变五年级 已经错过成长的黄金期了 这个药其实他们发现在儿童的治疗 比在成人治疗更有用 有效 它对它的身高是 成长是在儿童时期在成长 而且这个孩子的痛也会改善 所以对这个家庭的来讲 这无疑是他们长期在等待的药 当然我们也知道啦 健保有它的考量 像这些药品 他们称之为孤儿药 意思就是说 它的研发的药 其实费用跟一般的药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单一个案 因为喊病的病人数比较少 所以它的单价自然就比较高 才能compensate的 回馈到它短时间研发的那个 经费上面 对 开发的费用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药费自然就比较贵 那健保当然在考虑 病人的用药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整体的预算 不过就像刚刚肃清讲的 这个预算到现在还没用完耶 那么多人在等着 那这么有效的药物 已经是问世了 我们也 食药署也给他一个认定了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迟迟不下来 其实病患一直在等待 我的病人还在那边 每次回诊都在问我 什么时候有新的药可以用 是 所以其实医师在 面对询问的时候 因为您好像刚刚提到这些现象 是希望可以随到随审 对不对 可是目前好像在制度上 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实施 现在也是在审啊 不过就省的过程中 其实就像共理会 刚刚执行长讲的 在共理会在二代健保的时候 其实共理会上 大家有各同不同的考量 在考虑这个疾病 是不是要给一个 什么样合理的价钱 那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时间就被延宕了 那其实看起来就非常可惜啦 可以理解大家呢 在寻求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可以希望可以照顾全民的福祉 大家得到最好的利益 一旦事实上就有人的权益会被忽略 所以回到执行长身上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那肃清姐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 是新药 新药这么多在等 那如果呢 对于新药给付呢 没有办法下来的时候 病患也会一直去找菜医师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对新药给付 可不可以有一些期待 或是说您的建议 政府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有哪一些改善的地方 对 其实我觉得 因为现在网络资讯非常的发达 那其实对病患来讲 他等待的时间更延长 从他开始知道这个药物 就开始等待了 还不到说已经在台湾进口了 或者是已经开始健保给付 申请的流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漫长的教育 对整个家庭来讲 都会变成一个精神的压力存在的 所以呢我们 因为听到这些声音 所以我们在喊必经会 因为从去年开始就一系列的追踪 这个健保给付的议题 那到今年11月 我们也产生了一个建言书 那希望对于健保 这个在给付含病的时候 有多一些思考 多一些参考的一个依据 好是不是也有一些案例 可以提供给观众朋友 因为有时候 我们讲一些比较社会议题 我觉得年轻的人都很关注 可是他们的话 真实的理解这些家庭的痛 那刚刚尤其讲到这个心理压力 我觉得是在身体上病痛之外 小朋友还要受到一些同侪的眼光 不管是他去上学 或是做其他的事情 大家会投给他一些 不一样的这种压力 所以呢 其实在整个家庭健全上 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的负担 也许我们可以经过一些案例 来了解一下 他们现在面临的状况 其实因为我们罕见疾病 都是基因造成的 那这是一个生命传承自然的现象 我想每一个家庭都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就是罹患罕见疾病 但是一旦有这个疾病的产生 我觉得是全家都很心疼的 希望可以协助他们 而获得一些医疗的协助 那我今天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他在我们这个 健言树的记者会也有来参加 这是一个成人的案例 那他现在已经38岁 他叫文豪 那他得了一个很特别的疾病 叫做VHL这个疾病 那这是什么疾病呢 这是一个罕见的遗传癌症疾病 那这个肿瘤会产生在他的脑 还有就是眼睛 肾脏等等 所以我们这个文豪啊 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他的右眼 然后他的左肾也是已经切除了 不过他非常的勇敢 就是还是持续在工作 希望他跟正常人一样 不想因为他的疾病 而影响到他整个家庭 那他的弟弟也是 然后他的妈妈 也是这样的一个遗传疾病 那这也是凸显说 我们其实很多海边 都是一个家族的问题 那这个病人他非常的有趣 他们因为非常关注这个疾病 那有些肿瘤是长在这个手术 不无法处理的地方 所以他很关注这个新药的发展 那其实他自己上网找了 说国外有一个新药正在做试验 那也就跟我们海币机器会联络 希望他还可以参加这个试验 那当然临床试验的机会其实很少 因为这是国际大药厂 所以等等等等等等 等了蛮多时间了 那终于说这个药厂呢 也在台湾开始做这个认定的登记 所以这个病人呢 他们也很希望说 赶快获得健保给付 然后在他病情还没有恶化的时候 总人还没有到处长的时候 或许还有一个机会用到这个药物 让他改善他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好 其实治疗方式很多种 新药是一种 另外我要回到蔡医师身上 今年其实在12月初 我们有一个Healthcare Expo Taiwan 每年的台湾医疗科技展 今年我也有观察到 基因治疗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 因为它好像有很多的机会会产生 当然也会有一些solution 就是一些国外的一些业者来看到说 台湾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研发 那我们知道说 基因治疗过去可以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件事情 现在有哪些应用层面 那您目前对于基因治疗的了解 观众朋友呢 可以透过您的讯息来知道 目前台湾的进展是如何吗 对 就像刚刚执行长讲的 那个我们很多的喊病 其实都跟基因的变异有关 那所以很自然而然想到说 那既然问题在那边 那就把那个基因改了嘛 所以科学家也是这样在想 所以就研发了出所谓的 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是用所谓的一个载体 把好的基因啊 把它带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 那希望这个好的载体 带到好的基因啊 能够制造好的功能的蛋白质 那替代原本有问题的这个基因 那发挥它的功能 然后疾病都得到治疗的 但是现在这个载体很特殊 它是一个病毒 病毒来到体内啊 就会有抗体会出来 那就好像那个新冠疫苗 打了疫苗会有一些症状产生 对 那所以这样的治疗啊 基因治疗有一个特色 它是一次性治疗 就是这个病毒打进去 我们有抗体了 我可不可以再打第二针 对不起打第二针啊 因为抗体存在就把这个疫苗 它本身这个载体啊 就把它消灭掉 所以这个第二针就无效了 所以它只有一次性的治疗 所以这个是基因治疗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刚刚提到这个含药 孤人药已经很贵了 它也只能治疗这么一次 那它的研发的费用 整个就在这一次 要把它整个灌住 所以可以想象到 这个一次治疗的基因治疗 一定非常的贵 所以前一阵子啊 在谈说有一个SMA 脊髓肌肉萎缩的这个病 它的基因治疗 我们通过了一针啊 4900万 4900万 所以引发了大家 很多讨论 对 连我爸爸也回过头来会 我爸96岁 然后回过头来跟我讨论 这针要的是什么东西 连老人家都在关注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治疗其实带给我们的 那个财政的冲击啊 其实可以想象的到 它这么贵的药 到底是不是真的该怎么治疗 到现在就很多的议题 那台湾现在在这方面的治疗 其实发展的也不错 像台大胡亮教授 他其实研发的另外一个基因治疗药 叫做AADC 那这个药其实在我们台湾 过去没办法治疗这些病人 经过治疗以后 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那所以 基因治疗在台湾其实是有在进行的 但是至于保险应该如何给付 怎么冲击到现有的保险制度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有另外一个声音啊 就在讲说 那这样的新的治疗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信耀的创建基金 我觉得这个概念倒还不错 这个创建基金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突然的把它放到健保 健保就冲击就大了 那是不是这个钱啊 拉出来 对 是不是我们现在刚好总统大选 是不是那个候选人之间可以考虑一下 这一块应该怎么样去制定 那这个声音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说这个创建基金 这个基金如果说还没在健保 造成大家那么大负担的情况之下 对于一些新药 但是可能已经治疗 国外也临床试验有效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先用所谓的公务预算啊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把这个基金给建立起来 然后我们治疗的时候 那边治疗边看 他的长时间的追踪也真的是有效 那我们再转进健保 看健保如何制定怎么给付这个费用 所以这个新药创建基金啊 这个概念或许可以补足现在所谓的健保的困境 可以解决一下这些喊药的病人 明明看到药又吃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情形 是 因为目前三组候选当中有两组是医生嘛 所以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机会啊 所以执行长我们加油一下 来提出一些建言 那希望呢可以回应到一些政府的政策 那刚刚其实呢 他一直有讲到一个AADC 观众朋友可能也许不是很了解 它还是一种罕见疾病 好像俗称叫做芳香组 可不可以请执行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AADC是什么样的病症 好啊 那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个图卡 其实它就是一个小朋友的疾病 但是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小孩子的Parkinson 因为我们知道Parkinson 它是一个脑神经传导物质的问题 那但是在AADC这个孩子们 它就是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基因缺陷所导致的 那其实这个疾病蛮辛苦的 就是说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就是当它发作起来很像癫痫 可是又不像癫痫 就是眼唇会上吊 那时间非常的长 都是到六个小时这么多 那其实大家知道说孩子们他在成长 那如果长时间这样发作的时候 对他的整个发育是非常的影响的 所以当他发作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喝 甚至没有办法跟家人沟通 所以影响到他的血色 情绪上也会有一些波动 对 非常激动 所以就是变成说 这个对照顾孩子上面也让家长很心疼 因为你看孩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基因治疗非常特别 也是刚才蔡医师有讲到 是我们台湾的台大医院胡乌亮医师 他是跟病人一起来发现这件事情的 他发现说 在日本有这个治疗 叫Parkinson的基因治疗载体 那确实是可以用在我们AADC的病人身上 所以就是跟刚才提到说 很多故事都是病人就是非常积极主动 找到为他的孩子找到一个生命力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机缘 他们开始引进了这个AADC的载体 然后在台湾呢 目前有一个N治疗法立床试验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病人 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台湾之光 目前这个大药厂也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目前就是有其他的药厂 开始来跟就是把它列入上市的 一个药品之一 那也是要冒昧的请教一下指引 在这个费用上是不是相对的 也是索费不支 就是基因治疗面疗研发的过程 非常的长 就是这样前前后后 大概已经也七八年了 所以其实在新药研发 我觉得相对重要 因为当然每年都会有一些 新的内容来提出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医疗科技讲 也有一些关于这种基因治疗的 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请教蔡医师 其实我们在讲到说这个 mRNA所谓的创新治疗上面 有哪一些持续研发 您看到机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这些治疗方式跟产品 有没有一些好处跟坏处 因为坏处可能是 我们讲就是很贵 那可是因为它机会也存在 所以是不是随着时间 不断的增加 我们可能也慢慢的可以 找到一些新的机会 来普及化这些药物 对 现在的科学家真的很厉害 而且临床上的观察 也非常的仔细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科技研发的一个结果 其实很多我们过去认为没办法治疗的疾病 那现在一一都能够实现 那他们用的手法 刚刚主持人讲到mRNA 那是用所谓的性死RNA的方式 然后来做调控 那有这样的治疗 那当然刚刚也提到基因治疗 那也有一些科技 它是根据这个疾病 虽然是基因的突变 但是基因的突变的过程中 发生身体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有一些抗体出现 那它用一些抗体的结抗的方式 把这个疾病给控制住 等等的不同的一些所谓的基转 来治疗这所谓的遗传性的罕见疾病 那但是这些治疗 其实刚刚也提到 因为这个病人人数比较少 那可能在国外的临床试验 可能三期临床试验好了 它可能也才追踪了一年两年 那看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就觉得对病人有效 跟过去没治疗是很大的差别 但是这个治疗 也不过才两年三年 到底更长的时间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 那病人人数又不多 所以可能一开始试验 是少数的几十个病人 但是如果它扩张到 一百个病人更多的时候 它会是怎么样 也是个问号 那现在我们的健保在 在审议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叫做医疗科技审查 类似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财团法人 专门在审查这个 科技审查的内容 意思就是在看说 这个药到底它的有效性是怎么样 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 不过这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其实能够参考的资料很有限 就只有几年的资料 那如果 如果就又回到我刚才所谈的那个所谓的新药的这个基金 创新的这个基金 如果这个基金如果有出来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在我们国内可以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观察 不要马上冲击到健保 所以时间上是有一个伸缩的一个空间 那如果是这样谈的话 真的大家认真思考 我们了解到健保对大家的一个冲击性是存在 大家要增加保费 其实那个困难度也是高的 尤其增加保费 到底那保费就用到我的身上 还是用到别的身上去 大家可能又在多想 心理上会有一些不平衡 对对这自然而然人性 那所以但是治疗很近疾病的病人 用这些孤儿药其实就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象征 所以这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台湾现在 能够在国际上被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面向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怎么样再把它延续下去 让健保能够被大家看到 被全世界看到 同时我们又能够照顾到这些特殊的一个病童 我想可能制度上必须要适时的做一些调整 让我们这些孩子真的有机会 再进一步得到更新一步的治疗 是 蔡主任的建议呢 就是希望说可以先试先行 也许可以一边做一边滚动式的调整 因为政府不是很喜欢这样子吗 所以也许真的是可以照顾到更多的病患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新药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一些病人 有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知识 那有时候在询问医师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选择我们要的药物 可能并不是一定完全最好的 因为也许我们讲的这个症状 没有完全讲出来 或是医师您在看者时间真的很短 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确保 这个药物可以发挥它的极大化 毕竟每一个药物的治疗方式 配方都非常的昂贵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极大化 把这些东西用到极致 我想就是资料了 资料的收集 我们常常在治疗少数的病人 尤其是可能某一家医院它有治疗的经验 那另外一家医院也有一些治疗 但是对于喊病来讲 它可能都是少数的几个病人的一个经验的累积 那如果说这些资料可以汇整 汇整在一起 那可能这个资料 它的可参考性就会提高 所以在治疗的同时 如果可以同时的 让我们的这些健保的资料库 能够整个集中 比如像罕见机密基金会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的平台 病人在罕见机密基金会 它提供他们的一些资讯 然后跟医疗端整个配合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收集 那我想这个病人的资料 永远是反映我们治疗成果 最大的一个参考的价值 所以如果这些资料能够 适时的在健保的体系下也被归纳 那其实刚刚提到的 医疗科技评估的这一块 其实也可以多所应用 那我们的治疗的前景 你不要讲说 我只看到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它的全貌就可以全部被看到 那它的治疗的最大化 就应该可以被发挥 好 跟着蔡医师脚步 我请教肃清姐 我们希望把医疗量能发挥到最大 所以现在目前在政府管事财政上 或者说刚刚资料库上面的建立 都有一些建议 那您自己以过去这么多年来的 这医药记者的经验 您可以给政府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 还是要先请政府 就是该有的预算 既有的预算应该要执行 这是重点 那怎么执行呢 就是事实上当我的罕见疾病的治疗 是有效的时候 这些患者他们会成长 那旧有的药物本来它的预算就应该增加 所以应该要考虑自然成长的增加 第一个 这是一定要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现有的预算要执行完毕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呢 请大家注意 罕病有它的及时性 我说一句什么事 就是说很多人都想 其他的不是也一样吗 他们不是说癌症现在也是啊 他在健保啊 可能平均通过啊 都至少要两年以上啊 别人都是这样等 罕病有什么不一样 罕病的不一样在于第一个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等的新药里面 很多是过去没有治疗方式 现在是唯一的治疗方式 所以呢 我们在癌症的新药里面 有很多是目前已有治疗方式 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治疗 或者是可替代的 或者是负重药叫低的 他是在选更好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在选存活耶 我们是唯一能有的治疗方式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等啊 这怎么能一起比较 所以我们的及时性很重要 所以你看哦 现在已经针对说 癌症新药 因为他们也是救命啊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新药的多元基金 来保障 避免这个 因为这等待的过程中 上市的生命 所以我们先给他一个时间上先有 所以我觉得罕见疾病 是不是更需要 就是说 政府如果说哎呦马上进入健保 我觉得一担心财务冲击 二担心有人说 我们其实不给是因为他没效 我每次最讨厌人家这样想说 啊其实你不知道 健保不给他们是因为没效 要如果没效你给他药品 适应证给他药证 你是开玩笑吗 所以不是没效 是健保署可能经过刚才 赛医师提到的这些科技评估 他觉得说嗯 这才几个人评估 他真的每一个人 我花这么多钱买一个人的生命品质年 合算吗 他可能还在斟酌这个价值 他斟酌不是疗效是价值 就是刚火车走的这个事情 所以当然因为这些价值 我们为什么算不准 因为人少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新药的基金是说 好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唯一现有的新的救命药 我们先救人再说 我们先有一笔基金 我先救了再说 救了当中我要做什么事情 救了当中是我们再来观察 哎呦 你药厂有什么碰碰哦 因为其实根据我们实际 我们真实世界的数据收集 他好像不值这么多钱 所以我们来谈 一 如果他要健保 他必须降价 因为我们看不到 他真的有那么 你说的那么大疗效 二 甚至我们觉得 他真的好像 至少在我们台湾种族 我们可能是不一样 我们看不到他真实的效用 那我们可能连我们新药基金 我们都要暂停给付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不行的 他是没有效的 我们也告诉我们患者 你们刚才抱持的是虚幻的希望 因为救我们真的收进来之后 他真的疗效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制度 才符合我们本来 说一次实在讲 我们罕见疾病药物相关的法律 我们是非常完善 我们当时本来就有想过 紧急用药这件事情 因为没有道理 他们唯一的治疗药物 你连一个机会都不给 他有药症 你要跟我说他没效吗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 那你说可是钱哪里来 对 现在就是钱哪里来 如果我们不走 我们既有的 已经有预算的这一块 我希望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筹措新的裁员 筹措新的裁员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健保现在 之前有一个负责共理会的 那个专家跟我说 现在不用 大家都来比产 比产没有用 大家都很惨 因为每一个都要破产了 这样子 因为每个病都很惨 所以不要来跟我说 你们惨了不好 所以我知道 因为整体钱都不够 所以第一 本来政府就应该提升 健康投资的比例 所以我们说我们GDP 占比应该成长多少 这是第一件事 所以政府最近有说 我要200亿要干嘛之类 我们是不是够 这应该考虑 整体健保的费用要提升 第二个 那我们的新药可以哪里来呢 我觉得很多 包括现在的燕捐 或其他裁员 甚至公务预算 因为缩与最实在 现在卫生福利部 不是只有医药还有福利 你知道当我的坦健疾病 我能够获得治疗 不是患者的疾病生活品质提升 是整个家庭照护的降低 他可以投入社会 他妈妈不用请假 他爸爸可以上班 这个小孩以后 说不定还可以变成伟大的发明家 像我们SMA一样 这些都拿总统教育奖的 是不是 所以这些的价值 不是你用HTA算的 你要告诉我 你是社会 你是卫生福利部 所以福利的部门要拿钱给我 你福利没有用在这边 你就要帮我拿预算出来 所以包括燕捐 包括福利 包括公务预算 包括其他钱 我要放进来这里 我要成立一个基金 为什么我真的说不能等 因为我之前我觉得 这家长真的很可怜 以前SMA刚有药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他们刚通过的时候 是针对特定年龄以下的孩子才能用药 有个妈妈说 我们什么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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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公告的时候 没有等到公告的时候 我的孩子已经 比这个公告年龄大一个月了 这多伤心耶 我本来是符合的 那你这样子 你这个程序拖了之后 我的孩子就不用救了吗 都是因为你们在拖啊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及时的 是不是重要 就像刚才讲的扣楼症 或者其他的 那个刚刚那个 那个很难念的那个冯德什么 一样 一样啊 就是说 如果你先给我用 然后没有药之后我们来看 是不是比你等我 眼睛的血管都已经长到看不见了 再来更严重 那个妈妈就说啊 我也知道啊 未来如果通过健保给付 我这个药如果通过健保给付 他可能也是只针对一定年龄 我看我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我很担心 他一旦过了那个年龄 他也不能医了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再看这些 悲惨的故事一再发生 因为对罕见疾病的照顾越完善 就是一个国家 他越进步的象征 而且之前 Eat Today的民调告诉我们 我们民众都非常支持 政府应该协助这些患者 所以没有道理 政府排斥这件事情 既然执政单位呢 尤其当前政府讲的 我们要提上大健康产业 尤其是国家安全的部分 人口不足嘛 为了要提升国力 就是要增加 每一个人在国家当中的产值 我觉得其实照顾每个人的 健康 生命 安全 还有幸福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回到执行长 我们真的要给大家一些建议 那因为刚刚 不管是素卿姐或是蔡医师呢 其实都讲了非常多的内容 就是整合一下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呢 也跟政府来讲一下说 我们希望未来 有一个可以前进的方向 谢谢大家 刚才都讲了蛮多专业的观点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11月发表的这个建言书 其实也希望说 现在政府单位多重视 我们还并并有的心声 然后呢 关注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提出了几个建言 那刚才提到说 这个健保就是照顾弱势的嘛 那已经先天的不平等了 就是基因的缺陷 可是如果国家更重视的话 我相信对整个医疗投资 是非常有报酬率的 因为整个家庭的稳定 社会的稳定 国家的发展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呢 恢复到健保 这个社会保险精神 然后呢 增加我们疾病的 药物的可及性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发现其他国家 也非常重视这个 含病的人权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 联合国也提出一些呼吁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可以跟上国际的脚步 来重视我们含病的人权 那刚才提到这个专款的成长 专款的使用 专款的执行率 也是我们关注的 希望呢 可以加速这个 给付的过程 然后让专款 持续的稳定的成长 那给付的过程怎么加速呢 我想这个刚才也讲到 就是医疗科技的评估 不能只看这个 花多少钱才有效益 更重要的是这个 实际上对我们病患的影响 其实有时候我们病患 从走路不方便到会走路 甚至他可以开门 拿水 或者是自己下床 这些对于整个家庭 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我们希望 医疗科技评估 能够多元的参考 我们病患实际的感受 实际他对这个疗效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未来呢 在这个健保 在处理给付的过程也多 听听我们病患的行程 其实病患就是 最直接的一个使用者 他对于这些 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扩大病人的一个参与 那最后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创新医疗基金 从哪里来 然后有多元的裁员 来协助就是 还没有进入健保给付 有一个暂时给付的一个可能性 回到苏星姐身上 因为刚刚其实执行长 把它整理完了 那我觉得苏星姐刚刚的论述 非常的铿锵有力 真的是要积极的作为 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价值方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 甚至不预防的话 社会成本一定是一年一年的增加 所以未来 我们要讲公共卫生嘛 其实现在这好几个 包含了政治人物也是念公卫的 那也要接下来竞选 那接下来如果说真的要做政策的话 苏星姐你可以讲一下说 其实在这个健保 我们一直在讲说要整合性的健保体系 希望它可以健全之外 又可以照顾到更多的大家 您怎么来建议 目前有一些做法可以来试试 对 我们刚才讲这些之后 有人说 可是这样子以后这个钱坑很大 我们会不会付不完 其实当时他们在提近年书的时候 我们当然不是想的只有治疗 我们也想的是防治 就怎么样减少这些 因为基因突变造成了这些 我们的健康的危害 甚至引发的家庭的这些负担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开始他们也会开始推动 我们所谓的新生儿的这些相关的基因筛检 为什么 我们一直想说从上游 我们推动的是罕见疾病的防治 我们希望藉由相关的这些基因筛检 包括现在可能是SMA或什么的筛检 我们要从上游减少 因为基因突变造成的疾病的发生 我们在有用的科学 有效的科学证据之下 我们避免再产生下一个这些基因的疾病 但是我不可能说 这样以后不就没有 不会 因为我刚才想一说 这些基因的突变是我们人类为了演化 为了进步 我们就会一直不一样 所以偶尔还是有一两个我们没抓到 因为它的突变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未来的药物治疗可能就是针对这一两个 因为我们把大多数的方式 我们用我们可以防范的这些筛检 把它就是终止 第二个让它是相关的这些 卫教或什么 让大家了解 你知道以前刚开始推罕见疾病的时候 真的 你会看到很多让人很辛酸的例子 妈妈可能生了五个六个七个 她想说为什么我的孩子都养不大 甚至有些人说你们家庭就是风水有问题 有些人说你们家没基因的 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基因的疾病 所以我们渐渐的透过教育 透过这相关大众认知知道 这是基因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赶快就医 我们不要再好多好多好多年 好多好多的悲剧才知道它是病 所以这个都要建立起来 所以这是防治 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 它其实不只是花钱 就像刚才胡乌亮教授一样 但我们投入更多的预算 投入更多的经费 甚至研发在这里 我们是一个产业 我们也是可以把这部分的研究 变成台湾相对于跟国际上一个可以较量 不只是我们法律进步 我们研究也进步 甚至说明它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所以我觉得这一整个下来 不要觉得罕见疾病 投资好像都只有钱 就像刚才我讲 做罕见疾病从防治到治疗 甚至到研究 是整个国家 我们应该做的事 而且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是 所以回到蔡医师身上 蔡医师其实在临床 有非常多的案例 那我们从一个比较情感的角度出发 毕竟这个请立法 我希望把请放在前面 您以这个家属跟您互动过程当中 或者说您就是在行医这么多年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看到这些家庭 其实如果说过去我们在追踪的过程中 总觉得说这些家庭 可能我们多给他一些情感上的一些支持 或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些卫教的动作 但是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 所以我们就只能站在支持的角度上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 但是好不容易有了新药 那新药来了就发现说听了我们也读了 也看到他的效果了 但是在迟迟等待的过程中 发现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这种感觉非常的非常的恶劣 就身为医生还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有种无虑感 明明就知道说这个药是有效 我们甚至也跟国外的药厂去接洽说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做点恩慈疗法 他说也不行 必须要有国外的药症也要过 那我们加入你的临床试验 人家试验也满了 所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面临的过程中 会遇到的一些困境 那只好陪着家属再慢慢的等待 但是就像刚才肃清讲的 等一等过了一个月了 我们本来可以用的 后来不能用 所以这些就是 其实有希望是最好的 但是希望破灭的时候 那种痛苦又是更一种绝望 所以在健保 其实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 那我想好的政府也不应该 把一个这样子的 有治疗方向的一些疾病 那把它悬在那里 那我想未来可能大家集思广益 把这个部分 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那让这些病人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是 非常谢谢蔡医师 也谢谢三位参加 非常深刻的建议 希望政府真的能够积极的去实施 我们应该要做的政策内容 那今天也听到非常多 韩病病友的故事 我觉得大家也比较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其实人生本来就是 充满着许多的困难跟挑战 但是有一群人他们坚持不放弃 不管是遇到再大这种 所谓生存的挑战 他们都坚持下去 也包含了蔡医师的协助 韩病基金会协助 还有苏清洁的大力建言 我相信都是支持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下去的原动力 也希望说 目前呢 韩病基金会推动的这个政策跟建言呢 能够传达到这个政府 可以做一些有力的支持 因为目前国内 根据韩病基金会的统计呢 有6053名病人 还在等待韩病药物的救治 但是很不幸的 已经有2020位等不到药物 已经离开人世界了 我们很想救 但是真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就像苏清洁刚一直在强调的 时间是不等人的 所以呢 未来希望呢 在这个通过健保给付 所谓的时间性上面 还有健保专款 应该要把专款充分执行的 这两项急迫的需求上 政府可以积极的作为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罕见疾病上 也包含了台湾的医疗量能呢 在世界上 可以展现更强的行动力 今天非常谢谢 大家的收看与支持 更多讯息请一直锁定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